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宁波是7000年前 和母渡文化的发祥地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是历史文化名城 也是著名的院士之乡 而宁波排名第一的景点 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 也最有名的私人图书馆 天一阁 而天一阁坐落在宁波的海树区 在明代之后是文人默克的齐聚地 这里最知名的古代文人 就是明朝中叶时 官拜至宾部又是狼的范青 对啦 这超高水准的天一阁 就是他建造的 我们天一阁藏书楼 始建于1566年 距今今年刚好450周年了 那他是当时范青范老先生 在告老还乡以后 在我们这边建的藏书楼 夹杂之东建的一个 专门地用来藏书的一个书楼了 而我们这个藏书楼呢 是现在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了 藏有30万册书的天一阁 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润含中国古建筑的智慧 范青先生还将中国传统的 五行八卦元素 完美地给他融入在 整体的建筑之中 首先从讲究分水上来说 天一阁的命名 就是这样子来的 他当时呢是范老先生 无意间得到了一块石碑 石碑上呢刻画的是 天一池记当中的内容 有两句话给到他灵感了 叫天一生水 第六成之 天一能生水 他想根据五行当中 相生相克这个原理 所以想要以水来克火 因此就取名到 叫那个天一阁了 那当时呢从这个建造格局 也是分这个上下两层 也是按照这两句话来的 楼上这个放书 为一大通间 呼应这个天一生水的一字 那楼下为六个格间 是呼应第六成之的六字 因此呢从当时 建造的格局和这个命名 都是按照这个天一池记 当中的内容来的 也就是按照这个分水来的了 古代豪宅内必有水井相伴 水气是书本的克星 事实上在天一阁里 我们不只可以欣赏到 16世纪时期明代的建筑工艺 更可以在内部的设计里 看到收纳的巧思 封闭式的书柜 最怕的就是虫柱和潮湿了 所以范青也发现 在书柜里放置银香草 能够防止书本遭到 书虫柱石破坏 而至于潮湿的水气 则是来自天一阁旁边的月湖 自古以来我们这个月湖 这个就是文人默克聚集的地方 因为它是这个城中央 也就是我们老宁波的这个地方了 那当时因为月湖有水 宁波最早有个日湖和月湖 那因此月湖很早就在这边了 那古人喜欢择水而居 不管这个大户人家也好 做官的也好 所以因此在这个天一阁附近就聚集的这些人家了 海树的月湖又叫做湖西河或西湖 在南宋的绍兴年间 新建了不少象征南方庭园特色的 庭台楼阁等等建筑 也因此吸引了大批的文人雅士在这边迎师作赋 而逐渐的也在月湖旁边 随着时代的迁移 逐渐形成了文人的聚落 其中又以民国初年时期 秦军安家的秦氏之词最为亮丽了 那可以看到我们秦氏之词啊 这个基本上是以这个灰派建筑为主打的 也可以看到高高的这个码头墙 还有白墙黑滑 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我们宁波的地方工艺 叫珠金木雕 所以整一个祠堂你看到的就是金灿灿的 又有珠红色打底的 所谓的珠金木雕就是用木头 进行一个底配的雕刻 就是进行一个人物的雕刻了 然后呢这个人物呢 他用这个金来凸显出来 那当时这个是用金粉凝结成的金箔 薄薄的一片烫上去的 另外呢再用这个羊绒笔 把它细细的刷幅平了 所以就称得上珠金木雕了 那当时古时候灯笼一打起来 那整个这个祠堂啊都是金碧辉煌的 就像皇宫一样非常的漂亮 天一阁的雅大着月弧的美 是海树古建筑以及珍贵史书的流传 而白云庄则是象征着 海树文人思想的世代传递 宁波有一句话叫 城内天一阁城外白云庄 其实天一阁也好白云庄也好 就是浙东这一块的 基本上就是文化学术中心 天一阁呢是以常书为主 但是它在老城区 白云庄的话在城外 然后为什么白云庄非常出名呢 是因为黄中西曾在这里讲学过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 黄中西其实是一个非常 就是个性鲜明的 我们现在经常说是一个 饲养启门的一个饲养家 古仆的白云庄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活动场所 也是万思同的祖宅 因为明末大如黄中西 曾经在这边讲学更显得重要了 所以成了我们这些文青的朝圣之地 更在西元2006年被评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能够代表海树文丰新盛的 还有海树的都学府 都学府的话是我们最早 清朝这个科举考试的一个市场 也是我们古代衙门的所在地 也是宁波目前唯一仅存的一个衙门所在地 它最早的时候是我们科举考试 旁边还有一条街叫呼同街 点名呼唤学童进来考试 也是由此得名而来的 呼同街和都学府 都位在海树区最热闹的古楼盐文化街区里 而在这里呢 还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树古楼 我们的古楼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是上面加盖了一个 四面如一的一个字名大钟 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在1930年以前 它是一个大百钟 然后在1930年以后 是由刘洋归来的学子 加盖了一个四面如一的字名钟 因为宁波市最早时候是通商口爱 所以它这个在这个抱石上 是比较有起到这个重要的作用的 所以就加盖了这样的四面如一的字名钟 然后我们看着就像一个 头戴礼帽身穿大袍的文人制式 对 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情况 念书的人也要吃饭呢 吃饭补脑耶 而这中西合璧的宁波海树 有文学 有美食 特别是远近迟迷的大汤黄鱼 哥哥说是宁波菜蒸的代表 因为东海的水温非常适合大黄鱼的生长 它生长的肉质是所有的黄鱼里面最嫩的 所以说自古以来东海的黄鱼被选为上品 你第一个又保持黄鱼的原汁原味 第二个保持它的肉质鲜嫩 第三个放了雪菜跟笋丝 以咸鲜突出 放入咸菜的咸 突出黄鱼的鲜 我们从1908年 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现在传承了以历经六代 历经六代就是把宁波菜的记忆 一代代传承至今 现在保留的废鱼菜有三十多豆 文风兴盛的古城 保留传承的美味与清新的历史文化 更要新旧巧妙结合 在这个热闹南门老街就可以看到 在保持老房子谷味的同时 也透过改造来振放出不一样的芬芳 节目最后就来逛逛老房子的装修 我想去看看我们下次见 老房子的装修 其实讲就是说做了老房子的装修 你的成就感比新房子还要大 因为老房子的装修要 就是说你要维持它的原状 然后又要把它的味道给做出来 让它更有韵味的话 就是说做好之后 这个成就感是相当不错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